HELLO,我是綠函 我們頻道最近做越來越多的木工 然後就想說可以跟我們原本的 不管是雷切或是3D列印做怎樣的結合 然後我就想到木工工具或是它需要的配件 其實超級多種 然後價格都不便宜 有沒有可能有很多東西是配用3D列印來印的 我就去美國最大分享3D檔的網站 叫做Thiniverse 去上面查詢大家分享的木工工具 然後就把它們印出來 其實還蠻大一種的 我會分成兩個部分來介紹 第一類就是它只是一個塑膠件 最簡單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是很多個可動零件 那有些還要加螺絲我們要幹嘛的 所以我們會分兩個部分來介紹 我們就開始吧 中間這邊看到的就是只有一個塑膠件的部分 所以我們來一一介紹 我們第一個來介紹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來量螺絲長度跟大小的東西 那主要就是拿來分類 像我們之前在做螺絲抽屜的時候 就需要一直分類螺絲 但有這個就很方便 來DEMO一下 像我們這邊就有一盒螺絲要分類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 以這個來說 我們就先測它是多大 那這個進得去所以它是3米 然後長度來說 長度來說它 26太短 然後24太長 所以它就是25米 所以它是 M3螺絲然後25米 我們可以來測一個短的 這一樣是M3 然後長度的話 是10米 所以有這個就可以很快的分類螺絲 當然會依大家不同的需求啦 這個可能需要更大 然後 像剛剛的長度我們比較常用是整數嘛 25、30 等等 所以 這個蠻好用的但是 依照大家自己的需求 可能還是要做一些客製化的調整 所以這是第一個介紹的東西 第二個是這個東西 它是拿來量鋸片或是洗刀的高度 我們假設這個是鋸台 然後就可以把它靠上去 然後 把鋸片升到我們要的高度 但是 你可能會想說3D印可能不太準 所以我們來量一下 這個數字到底有沒有真的對應到 它實際上的高度 那我這邊有油膠卡尺 然後現在是 歸零的狀態 那我們來測量一下 這個好了 它上面寫12 它實際上的高度是多少 12.03 所以其實誤差真的是很小啦 我們再換一個測 所以這個是7 這邊誤差比較大 7.2 但我覺得都還算在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就是它不會插到個半米 我覺得都還算可以接受 自己3D印這種東西就有這個好處 像我在這裡 挖了一個草 可以在裡面塞一個磁鐵 到時候可以 吸在鋸台上面 這樣也不怕這個東西弄掉 所以這是第二個介紹的東西 好第三個是這個東西 這個有點像是我們之前買的 L夾 它跟這個的功能其實 是一樣的 它就是在 固定木板的直角來用的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拿兩塊木板 所以這個 就這樣固定 好啦大概就這樣用 我已經被CREG的直角夾闖壞了 所以 夾這方很麻煩 這算是我覺得 比較沒有用的東西吧 而且 這個好像賣不到一百塊吧 然後它強度 耐用度也都比這種好 而且這個要一直夾 我猜買我可能會壞掉 這個我覺得 算是比較不實用的東西吧 就這樣 那第四個產品來講這個 它這個是拿來倒圓角的膜板 印好之後 都沒有把它拆掉 所以就把它的 椅板拆一下 所以它們的功能是這樣 你當它倒一個圓角的時候 就可以拿 這兩個 邊 去靠住你的木板 然後修邊機就可以沿著 這個形狀 去做倒圓角 這個其實在外面賣移 也不算太貴 但是呢我覺得3D列印的好處就是 在外面你就要各個圓角都要一次買起 但如果自己印的話 你看 這種圓角可以做 然後如果你是要倒這種 chanfer 就是倒這種直角 也可以自己去印 所以呢如果是要做一些奇怪的形狀 或是你不想要一次買那麼多的話 3D列印就蠻適合做這件事情 好所以這個算是 實用 嗎 我們放在實用區好了 單一塑膠鍵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這是我們最近印在用的 Pocket Hold Jig 的簡化板 那它有三種不一樣的尺寸 所以拆下來長這樣 這個東西我自己最大的疑慮 就是呢磚頭在磚的時候 會不會很容易 把 它裡面的那個 3D列印鍵 的料 磨掉 這個就真的要試用看看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 好 準備測試喔 這個 超級晃耶 來看一下是不是每個都這樣 欸它這個洞超級大 就套進去然後有 很大的誤差 然後像這個就 太小 喔這個比較剛好 喔我應該來試這個 好 它最後的問題就是呢 它的那個誤差 軟穩度真的很小 所以那種誤差有很多很小的 可能就真的比較不適合3D列印吧 OK那換成 剛剛測起來比較剛好的 我們來試試看 我還要鑽過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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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效果 比預期的好一點點 但這裡可以看到 其實它裡面會有一點磨損的問題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 會卡一些木屑 原本 CRACK賣的裡面就是一個金屬套環 所以就完全不會有這種問題 我覺得這也歸類在 算是不實用的 那塊吧 如果真的要的話 應該是3D列印大一點 然後真的要再套一個金屬套環 我覺得才有可能真的比較實用 所以這個當作 不能用 接下來就看一些 比較複雜的東西 那因為這些東西如果在市售的話 都會賣到比較貴的價錢 通常都是什麼 600、800、1000 所以接下來就來看看 這些3D列印的替代品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操作 來取代這些東西呢 所以有 這些東西 首先我們來看的是這兩組東西 這兩組東西的功能一樣 它都是小的 砂膜的工具 那它零件都超級多 所以我們把它拆下來 然後組裝起來 我們再來分享一下 到底 我們覺得是怎樣 我裝了一個就不想裝了 還是隨便試用一下好了 然後平著也可以這樣 其實我覺得拿起來 算蠻好用的 因為它很輕嘛 然後整個手感 大小也是不錯 可是剛剛裝實在是有點麻煩 而且 我蠻不喜歡 他們這種 3D列印螺絲 因為我覺得這強度都有點不夠強 你在扭緊的時候也怕你扭太用力 它會扭斷 所以我覺得 這種小的 的確用3D列印是有可能做的 尤其是如果你要 磨一些奇怪的弧面 你這邊可以做一個 內凹 然後把它繃緊 但是 有一些細節要調整 我會覺得這螺絲要換掉 然後要想辦法可以 幫助你把這個紗紙繃緊 這種聲音都很重要 像這個就很鬆嘛 就我覺得沒有很優秀 所以這一組算是 垃圾 這是多個零件的第二組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懸炮為主 它就是一個直角夾 那我們來看看它到底可以做得多好 鑰匙 舊鍋 理論上它是 還可以用啦 之前我們用的指導器這麼ży個 這個一千多塊 這個我那時候很討厭就是說 如果你在桌子正中間 你這個就要這樣用 然後這個 它至少這個比較好轉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加分 可是 好像這個真的還是夾得比較緊 而且因為比較大啊 像剛剛我在這邊 它這個因為沒辦法全部支撐到 所以它這邊就會翹起來 那這個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你可以再用力 它都不會怎麼樣 可是這個很用力 它就會開始發出 塑膠被壓縮的聲音 我覺得尤其是小東西啦 小東西應該可以試用這個 你只是要稍微固定的話 可是如果真的要做到大的木頭 然後要夾 然後要再鎖螺絲的話 可能 一千塊 注定還是要放下去 那還是大力推 Kragg的直腳夾 我覺得Kragg的直腳夾 比這兩個都好用太多了 所以這個東西要歸類在 可能可以用 我先歸類在可能可以用區 好了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3D另一版本的畫性歸 你要把它刪下來吧 好 5公分 5公分 算蠻準的啦 可是這種畫到超準不是嗎 我覺得它概念就是 用在一些不用很準的情境吧 然後反正這個可以自己印嘛 你要加長也可以 所以如果是不用很準的話 一些人可以用這個 可是因為 如果你精準都要到零點幾米的話 應該還是要買個金屬吧 但是這個東西賣起來要多少錢 這東西很貴 連木頭做的都是一千多對不對 然後如果金屬的話甚至要更貴 但我覺得這個算是 又算是一個 好像可以用 但是沒有到很實用的東西 最後一個是Center Finder 它是拿來找 一個木板的中心的 那這裡面有這些 喔 這做得很好耶 就是蠻流程的 一片木板 然後你可以這樣 把它夾下來 重心點應該是大的吧 這樣就可以找到板子重心點 這個做工真的是不錯 就是蠻流暢的 然後塗裝 算有一點點麻煩 但是也還可以 誤差都算得不錯 這個很滿意耶 我超滿意的 這OK 這很實用 使用區 前面在一體成型的收工介紹 Center Finder的簡化板 這個其實應該也蠻好用的 就是放上來然後這樣扣 這樣就可以找中心點了 對啊其實這個效果也很好耶 而且它這個東西這麼簡單 所以這兩個都是找到中心點的 那就看天號吧 好 整理一下吧 開 好所以這裡整理完了 分成三堆 這邊是我覺得好用的 勉強還可以用的 跟幾乎沒法用的 那其實這種東西就老話一句嘛 看狀況決定 3D電影的木工工具到底好不好用 我覺得最基本的概念是這樣 如果要準的 像這種東西 就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你還是買金屬的 或是買別人專門做出來的 就那個真的就是一分錢一分貨啦 要自己做要準真的就是很困難 可是呢如果是一些智具的東西 我覺得用3D電影做就非常有價值 因為它比較好客製化 那即使壞掉了也很好修 或是重新做一個也不麻煩 那最後呢就是這種 需要強度的 需要耐久度的 這種就還是不要考慮啦 你有看到別人用這個都只是炫炮而已 其實沒有真的實用價值 那這影片大概就這樣 這些所有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下面說明欄裡面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找 然後自己去抓來用 那如果你有在網路上看到 有別人用什麼3D電影的木工工具 你想要看我們試試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這影片就到這裡唷 我們下禮拜五見 拜拜